听众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希望之声 今天已经是4月11号星期四 今天的高节会邀请秦鹏先生 我们一起关注几个非常热点的话题 越南最近有一个非常严厉的判决 把他们的前女首富因为贪污 诈骗 伪造贷款的借据等等 这些罪名给判处了死刑 这件事情是相当引起外界的关注 而这件事情在中国大陆直接冲上了热搜榜 为什么在越南的女首富的一个死刑 被中国大陆人所关注呢 一个女首富让大家联想到了男首富 那么同样的这样的巨大的金额 越南为什么给她判了死刑 在中国大陆似乎只是你终身不能够进入金融市场 遭到了大陆网友的质疑 这是今天我们第一个要讨论的话题 今天还有两件事情也值得我们去关注 昨天我们刚为大家提到过 这是两个变苗头或者是都在这个事件点 同时登场的两个高峰会议 一个是美日 一个则是习近平接见了马英九 当时他们自己马英九和习近平在讲话的时候 就说两岸选农于水 两岸一家亲 中华民族调子唱得非常的高 但是今天台湾的自己的一些相关的部门公布了一些数据 这个数据显示截止到2023年底 就是3月份 3月份台湾的整个的出口额度已经首次最大的国家成为了美国 取代了中国 这是21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所以像彭博一些国际媒体就在评价说 这个数据和你们自己嘴上喊的两岸一家亲完全是背道而驰 这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第二个话题 第三个就是在昨天我们看到又一家评级机构 将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主权信誉从一个稳定直接降到负值 这是惠普 这也是第二家国际的评级机构对中国未来前景展望的下调到负面 那对这件事情中国的财政部当然要反击了 你们很遗憾 你这个不准确 你没有考虑到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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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那真是这么回事吗 我们要请经济方面的专家秦峰先生一起来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如果时间还够的话我们要一起关注 就是目前还在今天向菲律宾日本和美国正在进行的这种峰会 那在中国的中共的媒体上面直接就在讲 他说五天之内两个首次 一个就谈到美日飞的军演 一个就谈到美日飞首相的见面 那么这些都是让中国方面感到巨大的一个压力 那他过去是很强硬的对待菲律宾 现在轮到他开始对这件事情跳脚了 这都是今天在两岸包括整个世界的最热点的话题 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还是拜托忠实的您 在干净世界给我们点击关注 在油管上点击订阅按下小铃铛 别忘了为我们数个大目哥拜托您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那我们就今天邀请的是时事评论员 也是经济方面的专家秦鹏先生 秦鹏你好 高阮先生你好 观众朋友们好 秦鹏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越南的女首富 越南在过去这些年是非常引外界关注的 首先它共产党的转型 接着它的改革开放 特别是在现在这种断钩的大的历史背景之下 越南也成为了受益于和中共脱钩的这样一个情况 他们的经济可以说是蓬勃发展 结果就在今天传出来他们把自己的女首富 叫做张美兰直接判了死刑 一共几项罪什么金融诈骗 包括伪造了这种银行贷款的信贷 这个女人可是不简单 本身她自己就非常有背景 她家里的背景就是传王一类的 做传播生意的 她是自己的房地产商据说在越南最中心的地带 两条街全部都是她的房地产 那现在据说有480亿美金额度 涉及到270亿不能追回来 一连串的还挖出了90多人 包括国家机关等等一系列的银行的部门 全部都给挖了出来 那您怎么看这个案件更有意思的是 这件事情居然冲到了中国的热搜网 这个案件说实话我看了之后 我觉得其实是蛮奇怪的 坦率来讲 就是她在讲说她主要的罪名 是控制了一家商业公司 商业银行叫做自贡商业银行 西贡吧 也就是西贡商业银行 就是胡志平市的最大一个商业银行 因为胡志平市以前叫西贡 对吧 他们这个张伟兰就是他从高祖父那一辈儿 就是大概清朝光旭年间 这个高祖父就到了这儿 然后在这儿开始发展 然后不断地去发展壮大 所以这个家族在当地其实还是蛮有实力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我们看到中国就是越南是在1986年 就跟中共一样对吧 搞这个改革开放 类似这样的一个这种 他要革新 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这个高美兰呢 就是张美兰就开始做生意 到1992年之后 他就和他的先生是个香港人 一起去先代理了这个韩国的LG产品 在后来呢 是开始主做商业地产生意 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说呢 做商业地产或者是做到一定规模之后 几乎在任何一个国家 你可以这么说 包括在美国 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就是他会和某一些大的银行 这个关系都非常密切 那在亚洲 特别是这种共产主义国家 这种的话 那其实更明显 对吧 他就会采取什么呢 就想方设法的话 会和这个银行建立更加深层的关系 越南呢 是有规定 个人不能允许超过 这个商业银行股份的5% 结果呢 他可能就是找了一些不同的人 然后呢 透了个整个控制下的 官方这个监控他说是 91.5%的这个股份被他控制 那么呢 在这个情况下 他就带了是2500万亿 这个越南顿 也就算大概折是 不对 也1000万亿 对吧 然后呢 大概是结44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钱 贷款对吧 一次一次的通过这种 可公司的方式 然后贷出来 这个其实我们说 在中国 在像越南 类似这些国家 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那么这个也不是存在一天两天的 也不绝对光这个张美兰是这么干的 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 对吧 那么这么长的时间 他像他做的生意这么大 能做到于首付这个级别 他其实是和整个官方的这些权贵 实际上的关系应该是非常深的 那现在这个情况下 有没有是因为呢 说现在的这个越共总书记叫阮福松 他要去清洗其他派系 带来的这个反腐的这种对抗的结果呢 我其实是打了一个问号的 我认为这里边恐怕有这个因素 那第二个来讲呢 那么作为越南 我们知道他和这个中国大陆的一样 就是越南的这么多年的这个房地产 特别最近这两年这个房地产 其实是在高涨的 2022年的上半年 他整个胡志明市这个房地产 涨了20% 河内就是越南的首都 涨了20%到25% 其他的很多地方的话呢 涨得更大 甚至百分之三十几啊 百分之七十几 这么一个规模 它上涨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这个检方的指控他说对吧 他的整个的抵押的财产 不独以去完全敞还这个债务 说实际上整个亏空 大概270亿美元 我其实认为这里边是有问题的 因为红罪从商业的角度来讲 那么这些钱如果从他其他公司 也许挪到其他地方去了 这个不是贪污 你明白这意思吧 就是他实际上是以贪污的对名 把他给判处了死刑 也就是说这个人的话 就算你他这个违法 他不至于死刑这个级别 所以这里边他把它弄成了死刑 这个事情背后的话 其实是有些政治操作的 我认为这里边就有这个问题的 这是一个 那么另外呢 为什么在中国 他突然间上了热搜板 而且的话呢 网民的这个讨论呢 这个转发呀 非常的热烈 是因为呢 大家发现 哎 你越南居然房地产公司 给这个银行 给国家对吧 造成那么大损失 居然还有死刑 你在中国 大家都想到了许家印对吧 许家印呢 他也是储客敌国 那这个张伟兰呢 也是储客敌国 可是呢 许家印基本上没事 而且呢 前两天的时候 他因为这个伪造了整个公司的销售额 打几千亿 结果呢 最后 居然的话 许家印个人是罚款4700万人民币 然后呢 在公司罚了41亿人民币 对吧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 大家都在讨论说 那这个太轻了 对吧 对中国许家印是不是也应该看死刑呢 还有人在讲说 肖建华在这个牢里边 应该笑得非常开心 然后呢 在也有人说这个 像 就是 恒大呀 什么 就是 还有什么 其他的很多很多房产公司啊 应该是听到这个消息的话 应该是瑟瑟发抖 对吧 所以这个其实 让很多人比较出来说 这两个国家 特别的这个法律的力度 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而且呢 很显然的话 在中国 因为 这些房地产公司 大家都知道 搞房地产的没有这个庞大的官方背景 是玩不赚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么中国为什么判得那么轻呢 当然大家也都知道原因在哪 对吧 所以我觉得 这个消息背后 其实让很多人也读出来 这个不同的消息 至于说越南女首富呢 她最后 她后来还有什么背景呢 咱们切不说 包括BBC啊 包括《卫报》啊等等 他们也都在评论 哪怕她有270亿美元 已经亏空啊 你要把她追捕回来 但是呢 用这种方式去判一个死刑 仍然是属于同类案件当中 非常重的 怀疑呢 这也是官方借这个机会呢 想把这个钱追回来 可是你别忘了 后面是一串啊 她的一串呢 涉及到方方面面部门的一些人 有85个近90个人都被起诉 那么这些呢 都是令人非常瞩目的一个案件 而另外呢 就是在中国大陆的 那么同样的这样一个对比呢 中国大陆的南首富 他呢 可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同样的过去的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都能够对照看出来 他们所留下的那个痕迹 包括现在的这个现状 这也是为什么呢 今天的这件事情呢 成了微博热搜啊 直接上了 直接上了这个微博热搜 就蛮有意思 中国大陆人看这件事情 是非常有趣 那这是一件事情 刚才我提到了啊 那因为呢 昨天马英九和习近平见面呢 也是9年以来 也被称作是一个变苗头了 那这边呢 正是美日之间谈判 而其中所关注的 就是台湾的问题 马英九呢 成了习近平的一颗棋子 那么两个人在说话的过程当中 极尽呢 这种不断地提着中华民国呀 两岸一家亲啊等等啊 血浓于水啊 可是呢 今天的台湾方面 所曝光啊 所去报告的这个数据呢 非常有趣 是时隔了 是时隔21年 台湾和最大的出口国呢 由美国替代了中国 那么这件事情呢 可以说是对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马英九和他们所讲到的两岸一家亲 可是呢 实际上在出口和贸易方面 是离着越来越远了 那这一点呢 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 那我想请秦鹏工来分析一下 你怎麼看到現在為止 我們知道中共一直用這種方式對臺灣急進打壓 但是能到現在一下子美國乾脆取代了 成為臺灣的最大出口國 您怎麼去解讀這裡面這種變化 當你看到這個數據的時候 您有沒有驚奇 我覺得有點驚奇 不是驚奇 因為這個表明 就是臺灣的政府 其實對於我們說去中共化這樣一個風險 應該說是成功的 因為在之前的時候很多人都認為說 你離了大陸是撞不動的 可是現在我們看到 它在和中國大陸的整個的貿易額占比 但整個占比是越來越低 而和美國的占比是越來越高 而且很多人不知道 就是臺灣出口到中國大陸的這個主要產品是什麼呢 不是那些水果呀或者其他的農產品 實際上是芯片 這一點來講的話 如果真的發生絕對衝突的時候 實際上是可以作為一種制裁的一個武器的 所以中共不要老覺得好像是在給臺灣人吃飯吃 真的來講的話實際上是臺灣也同時在幫著中共的話 去發展它的這個我們說生產力 發展它的高科技 所以這一點上來講 其實是一個互利互惠的一個東西 所以中共的宣傳中老是覺得好像賞了日本飯吃 賞了美國飯吃 賞了臺灣飯吃 反正大家好像都離了它都撞不動了 所以這樣的一種口吻 其實正常的一個社會國際貿易當中 大家都是一個互利互惠的一個狀態 但是中共經常會藉此來 還有卡脖子玩這一套東西 那麼在這樣一個情況下 我們看到從蔡英文八年前的這個時間開始 就開始就是去轉變調整整個南向特略 像轉向東南亞轉向歐洲 轉向美國開拓市場 那從目前來看應該說是成功了 但是太多的人認為它是絕對不可能成功的 但是現在來看應該是成功了 所以這一點上來講 讓很多人應該也可以閉嘴了 我覺得這件事是個好事情 我們下面的叫飛魚這位觀眾 他就講到 他說你看前一陣子 臺灣才和美國簽訂了21世紀的貿易倡議 然後現在就馬上就出現了 非常明顯的3月份的出口美國已經取代了中國 而且他還講到臺灣和中國的貿易額最高的時候達到43% 到去年7月降到34% 到現在已經降到3%了 他就講全球貿易的這種降風險去中國化的趨勢已經定了 讓子彈飛一會兒吧 我也請秦鵬來回應一下我們這位觀眾飛魚 對 我覺得這個觀眾的話講得非常好 是這樣子 就是臺灣我覺得在兩岸關係上是很明智的 也很清醒的 就是雖然很多的人可能是喜歡這個中國 對吧 喜歡中國文化 但是呢 大家有一點非常清晰就是他不會願意去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這個存擔 所以呢 兩岸的現在是這個絕大多數 我們不是兩岸 就是臺灣的絕大多數的民眾 他們能接受的是保持現狀 這是最大的一個共識 他不接受被共產黨統治的 當然他也不會像某中共在不斷地去宣傳的什麼台獨 可以這麼講 包括蔡英文政府 包括這個即將上任的賴清德政府 都不存在所謂的台獨的概念 他們不過就是希望能夠保持現狀 同時能夠自保 不希望被中國共產黨所通病 中國共產黨在宣傳當中 把他宣傳說好像是要搞獨立呀 或者好像要背棄中華民國呀 和中華民族啊等等的 這些東西全是騙人的謊言 今天這件事情呢 是迅速地在扭轉所有的這個局面 那我們看到呢 到今年的3月份已經是這樣了 那麼在去年剛剛簽訂的美國和臺灣的貿易協定 21世紀貿易協定 接下來它的力度還會更加的增大 那麼不妨再去看 接下來中共還拿什麼來去卡臺灣的脖子 相反剛才秦鵬先生分析了 臺灣的一個台積電的芯片 已經足以卡住了所有國家的脖子 不僅僅是中國大陸的問題 對今天這個數據呢 非常引人矚目 一個呢 是中共利用著馬英九 那麼不斷地對臺灣進行施壓 傳話啊 到5月20號呢 仍然是一個敏感日 但是另外呢 我們看到 縣政府在實際的用各種的方式 不斷地擺脫在中共這種貿易方面的這種緊密的聯繫 能夠讓他們自己更加自主的能夠發聲 也不讓自己的國民經濟遭到更大的損失和創傷 那這就是人家政府 縣政府過去這8年以來一直努力的 現在看到結果了 我們不妨繼續拭目以待 那接下來呢 我們想問問我們的觀眾啊 如果你覺得啊 對這個臺灣 美國取緝的大陸啊 你覺得 嗯 這應該是一個趨勢了 不會再恢復了 請打一個1 如果你覺得不會的 也許能改變 慢慢的中國這個世界工廠啊 仍然會對全世界有所依賴 你請打一個2 就是形勢還會再轉過去 請打一個2 來看看我們大家的判斷 那說到這呢 我就接下來說第三個熱點新聞了 那就是惠玉啊 他們呢 是調降了中國的國家主權的經濟的展望 國家主權的信用評級 從穩定之間的到了負面 這是從穆迪之後再一次世界知名的這種信用評級機構呢 降低了中國的這種信用評級 而且呢 是直接從穩定到負面 所以呢 今天的中共方面的這個財政部呢 馬上就跳出來 還要去回應 他說 哎呀 很遺憾 你們沒有有效的反應 我們財政政策對推動經濟成長 穩定宏觀 槓桿等 起到了正面的作用啊 一個就是在反駁 那我們也看到了 其實中國呢 在三月份的時候 它的一些經濟數據是 官方數據是有所好轉的 那秦鵬您怎麼看 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呢 惠玉仍然是將中國主權平級的展望給去調負面了 那按照官方數據 它現在正在恢復中啊 真恢復假恢復 說實話的話 搞經濟專業的人大家都懂 對吧 都知道說中國呢 有一些東西傷害 有一些的這樣一個變化 是不可逆轉的 比如說呢 就是債務問題 那地方債的風險 現在已經是沒有辦法再去改變了 而且這個規模 因為現在已經是一百萬多億了嘛 對吧 那麼這個規模還在不斷地擴大 而地方政府我們知道 他們所投資的東西 什麼高速路啊 或者甚至花很多很多錢 建一些這種 我們說地鐵啊 你這些東西 從經濟效益的角度來講是挣不回錢來的 所以只能呢 這個庫洞只能是越來越大 然後它不斷地去借錢 把這個債務的這個高抬累得越來越高 最後的話呢 某一天 債也還不上了 這個利息也還不上了 最後呢 只能是崩掉 所以這麼一個狀態 這一點上來講這個赤字的這種增加 這個規模現在是已經無可逆轉了 而且呢 官方的這個債務 發債的規模是說呢 只有百分之三點幾 但是呢 惠玉它的這個研究來講呢 說這個要高得多 所以這個是一個方面 那另一方面呢 我們說呢 這個對於中共來說呢 大家其實也都知道 就是特別呢 剛才談到的這個全世界都在去風險化 那去風險化帶來的結果 當然對中國呢 說整個出口 銷售 利潤 還有呢 就業等等這些方面都必然是會持續的惡化 還會呢 進一步的會演變成說 即加劇通縮 加劇的這種衰退等等的 對吧 雖然官方的這個數字看起來呢 還是要說增長百分之五 惠玉呢 可能看起來比較客氣 說可能只能增長百分之四點五 對吧 但是呢 其實大家也都不認為說這個中國的經濟它會好轉 它實際上會持續的惡化 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那麼對於惠玉呢 其實我覺得某種意義上 它應該還是蠻客氣的了 它沒給它直接調成說降級 而只是呢 是搞了一個這個負面展望 這其實真正的要說起來的話呢 其實中國的經濟 我覺得其實已經看不到這樣的一個好轉的結果了 這個是跟中國共產黨的這種統治和它的對外的一個野心 也是緊密連在一起的 而這一點上來講 中共也是不可能改變的 所以呢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看到現在呢 不管是叫美日峰會啊 美日非的這個峰會啊 美日非澳這個聯合軍演啊等等這一切在不斷地去上演 要加強對抗中共的這個根本的原因 是因為所有的這些正常國家現在對中共現在都失去了信心 都不相信中共的話會給世界的和平帶來有利的因素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當然大家就會去想方設法的把它的這個市場 把它的這個供應鏈 對吧 把它的科技啊 把它很多很多方面的話都轉移出中國 所以在這個方面當然它只能會持續的惡化 所以呢 調降成就說負面 這個是天經地義的一個東西 嗯 今天的路透社呢發表了一個調查呀 它這個調查呢很有意思 它是有80多個經濟學家一起呢 做了這個調查 它的調查顯示呢 它說中國呀 現在的它的第一季度的經濟增長率呢 可能僅是4.6% 這是一年以來最低的數據 雖然他們自己要爭取5%這樣的一個狀態 然後呢 它的另一項調查呢就是說 今年的中國在1月和2月呢 出現了超預期的表現 出口方面 但3月份出口很有可能再次出現萎縮 而且呢 它是對86位經濟學家做了一個調查 然後呢 提取他們的數據的中值 他們估計呢 中國今年的生產總值GDP的增長 比去年預計呢 也只有4.6% 去年呢 應該是5.2% 官方所說的啊 那麼今年的官方呢 是要達到5% 但是呢 現在專家們啊 就是海外的專家們估計呢是4.6% 那麼這些呢 都認為呢 就是中國的這個經濟呢 其實啊 就是路透的調查 咱們回頭再看中國政府 它怎麼去看的第一季度的這個GDP 但是現在呢 他們國外的 剛才我講到的惠譽啊 把展望啊 降到負面呢 現在呢 路透水不斷的在報導 這樣的一些這種他們的估算 金鵬 我們知道呢 在中國大陸啊 就最近黃金漲的非常非常的兇猛 但是呢 中國大陸的黃金價格 比國際市場黃金 每顆還要貴到10塊錢左右 那這個呢 就形成了一個非常鮮明的對比 那麼你怎麼看呢 就是剛才我講到這些經濟數據啊 你怎麼看 剛才你講到中國的這個經濟啊 這個情況 那按照這種一般的推測呢 你比如像現在是4月份 5678啊 這也是出口的一些比較熱門的話題 像我最近我看到像法國的奧運會啊等等的說 你怎麼看 訂單已經開始多起來了等等 這一連串的消息 你怎麼做解讀 黃金啊 其實大家都知道 它實際上第一個呢 它是一個是去風險的一個產品 就是說當整個國際上比如說是有什麼國際動盪 比如說要打仗啊 或者是發生其他一些危機啊 這個時候大家去買黃金 正常時期的話 大家不會 就在國際上 大家不會去買黃金 因為從這個布雷對森林條約之後啊 這個黃金已經是和貨幣脫鉤了 就和美元脫鉤了 脫鉤之後它其實只是變成了一個商品 只有在中國大陸它很奇怪 就是呢 因為馬克思主義呢 它是有一個幾百年前的這個說法 對吧 說這個貨幣天然不是黃金 黃今天然是貨幣 還有什麼給它賦予了什麼增值 保值 或者類似這樣的一些功能 而實際上這個說法的話 這屬於這種黃金崇拜的一個莫名其妙的一個東西 實際上在過去30年當中 黃金的這個價格 一直在屬於這種跌跌幅的一個狀態 2011年的時候它最高是達到了1920美元的每盎司 對吧 後來就啪就跌下來了 跌到最坦的時候的話是1,400美元 1,100美元 所以這樣的一個狀態 後來呢 什麼時候又漲起來了呢 是到了這個2020年就是大瘟疫來了之後 那個時候呢 巴菲特 巴菲特實際上是非常排斥賣黃金的 當這個2011年那次漲上來之後 巴菲特還給大家做了一個解釋 說它實際上呢 它不產生價值 你這個黃金到最後就是你瞪著眼睛去看著它 它還是那塊黃金 它不會產生一些更多的什麼創造出 像企業 股票或者是房地產等等的話 它會增值 對吧 你還有收房租什麼等等的 它沒有 它什麼都沒有 所以呢 它認為說整個投資來講的話呢 這個只是判的 就像博傻一樣 對吧 有人在下一個以更高的價位來給你接盤 這實際上好多人投黃金的東西 那麼到了2020年的時候 那麼我們看到呢 整個來全球大瘟疫之後 帶了整個社會動盪 國家動盪 那個時候很多資產它也產生了這個跌價 所以這個巴菲特那個時候就買了呢 世界上最大的黃金公司叫巴里克 它的股票 它還端門解釋說 我買的是黃金股票 不是黃金 但是呢 稍微等到大概2020年的這個下半年的時候 整個市場各方面都穩定了之後 它就把它給拋了 也就是說 因為那個時候價格已經跌下來了 在什麼時候它又漲起來了呢 而且漲的幅度是到了2020年的這個俄烏戰爭之後 也就是四月份那個時候全球來開始制裁俄羅斯 對吧 所以很多央行開始買黃金 包括這個中共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呢 到今天是連續17個月的一直在買黃金 所以很多人也覺得中共也是在準備打仗 它不是真正的是為了這個其他的原因 那麼在這樣一個情況下 黃金的價格是持續了在高漲嗎 沒有 到當年的這個90月份那個黃金的價格就趴又跌下來了 也就是說黃金它並不因為你央行買呀 或者是因為大家有些人在買 它就能夠持續的穩定一個價格 它當時也就跌到1800美元以下 什麼時候呢 而且一直持續到這個今年的2月份 所以呢 現在很多人看到說這個黃金 達到了這個2300多美元每盎司 對吧 它不過就是今年3月份之後拼命地漲起來的 這裡邊有太多的投機成分在裡頭 就很多的這個量化基金啊 或者其他的這些有些部分央行啊 看到這樣一個價格 或者看到一個這種機會大家進去投機了而已 這個東西它不會長期存在的 所以呢 我覺得對很多人來講的話 不要去把這個黃金 特別是華人 華人因為可能受中國原來傳統那個影響 特別是馬列主義那個影響 總覺得好像黃金是這個叫做增值保值的東西 你可以說它是個避風險的產品 對吧 亂世存黃金嘛 屬於這麼一個性質 但是你要說盼著它能夠漲多少錢 這個不要去想 可是中國大陸的黃金搶的 比國際市場黃金還要貴很多 這樣子的話你有可能你賠啊 對吧 因為你整個最後接下來怎麼辦 這是第一個 因為就這個跟股票一個道理 就算你說比如說 假如說你在2月份的時候買了 對吧 到今天你可能賺了 可是呢 你現在就相當於買股票的時候 你在高點在買 你在高點在買的時候的話 你相當於你這個風險大大的增加了 而且呢 你說就算它在漲100美元 它整個比例是多少呢 對吧 非常有限了 所以呢 其實你要真的願意投資來講 我是講海外的 待在國內的我們就不談了 海外的話呢 也許你還可以投這個 比如說美股啊 對吧 我們想你投那個ETF呀 或者投那種能源股的ETF呀 或者其他等等這些啊 你那些來講的話 現在我們看到高盛 也在把那些原來的高投機股 對吧 賣了再去轉這個類似能源股啊等等 它因為低估嘛 就類似的這項的一些這個股票 其實這些是可以投資的東西 而作為黃金來講的話呢 我認為它其實接下來的風險會增加的 那反過來也是中國大陸人普遍地去買黃金 大家也是對政府 對經濟 對未來的股市 以及對人民幣都是一種沒有信心的一種表現 是不是這樣呢 是這樣子 但是可能情況下我建議你還是買 你弄美元更好一點 美元呢可能是更加硬通貨一點 黃金呢你回頭你可能還得想方設法賣給 就中國啊賣給中國政府啊賣給哪兒的 就這樣子 所以呢對於你來講的話呢 這個東西也不見得好貸 而美元類似這樣的一些這種資產呢 相對來說要好貸得多 所以其實可以想方設法 我是建議可能持有美元這個更好一些 你必風險嘛 對吧 那今天的最後一個新聞呢 我就一起來去說一說 那我們知道這兩天呢 都是比較大的國際外交事件 一個呢是昨天美日峰會 那日本的首相呢在國會今天早上演講 英語說得相當不錯呀 那美日之間的這樣的一個同盟呢 已經是越來越穩固 而且呢延展了安倍當時所提出來的全球戰略 以及印太架構啊 這樣的一種外交的策略 那我們也看到呢 今天呢菲律賓又加入進來了 所以中共的喉舌媒體呢 就在講說五天兩個首次 他講到的就是呢 正在4月7號舉辦的 美日飛的這樣一個軍演 這是歷史上首次 那麼另外一個呢就是今天啊 菲律賓 美國 日本的三位首腦呢 在美國會面 直接就講到是針對中共的 那麼這件事情呢 對中共的喉舌來講呢 就是我們要警惕啊 他們要在南海這個地方搞事啊 日本有他的企圖 美國有他的企圖 那包括呢在昨天 他的外交部的發言人 這位女發言人呢 直接就跳腳的就是說 美國和日本啊 不聽我們強烈的警告等等等等 那這件事情呢其實意義在歷史呢 確實是一個劃時代的這樣的歷史意義 我現在還沒有看到他們的聯合聲明 但是這件事情呢 中共方面確實是非常緊張 剛才呢我們下面一位這個聽眾 我不知道啊 我沒有辦法去核實你這個消息 但是如果有的話 我們將來再補充 那這個淘汰是吧 他說在南海正在軍演的過程當中 當這個日本的國旗軍艦一露出來的時候呢 中國的這個軍艦就跑了 因為他們也同日宣叫這麼戰鬥巡迴 對不對 他們同日宣布在同一個區內 要進行戰鬥巡迴 但實際上他們是錯開的啊 不願意的去真的面對面硬碰硬 好那金鵬你怎麼看啊 中共呢在這件事情上 就大吵大嚷啊 這樣的一種態度 為什麼他對美日非啊 這個五天兩個首次如此的憤怒 他很憤怒 但我倒覺得他其實還是保持了很大的一個克制 按理說呢就是美日非聯合軍演也好 還說是搞這個峰會 對中共來說實際上是壓力會非常大的 為什麼呢 這個意味著這個第一個在東海 就是呢關於台灣關於這個教育島 那個地方來講呢 整個的日本是完全是站出來了 所以呢 加強對抗中共的這個態度已經是非常非常清晰了 而且呢 在金錢 在軍事 在這個高科技 等等這個領域的話 在全面的一個投入 過去我們知道 這個在美國和日本在之間的關係上 美國就相當於在攻擊了一個盾 攻擊了一個長矛 對吧 一個這種士兵 一個武士 那麼日本呢 它屬於相當於是打輔助的 就是呢提供一些什麼給養啊 補給啊 打一點輔助的這種性質 現在呢這屬於七頭並進 共進共退的 就是這樣的一個性質 就完全不太一樣的 這個呢 也跟整個的美國啊 日本啊 整個我們說 對於中共的這種惡感 它的比例是暴增是有極大關係 日本的話呢 對於中共有印象不好 這個比例現在多少呢 百分之九十多 所以大家都知道說中共不是好東西 所以呢 大家都知道說你要去侵略台灣也好 侵略什麼也好的話 最終要去消滅自由 消滅這種民主 所以大家其實是站出來在反對 這個呢 是一個這種大的一個變化 那麼呢 同時也帶來呢 說整個要改變呢 南中國海這個格局 因為我們知道說這個菲律賓 它實際上從地理位置上來講非常重要 那它也是在這個第一島鏈 第二島鏈這個之間 非常重要的這麼一個環節 而中共呢 在南中國海加強這種主權聲索呀 或者呢 是建立軍事基地等等的 這樣的一個這種追蹤目的 是希望呢 能夠把這個南中國海變成了中共的內海 因為那個地方的話呢 它的整個水深是幾千米的 這個和中國的東南沿海的這個區域 它整個看起來呢 只有幾十米 這個地方藏不住這個核潛艇 對吧 那麼稍微一動 可能就會被美國就發現了 而這個地方的話 你就可以快速的整個下潛下進來 而且呢 對它整個呢 要可以控制更廣大的這種東南亞的這些物流啊 這個海運啊 或者其他整個的這種面積 而這個呢 就可以相當於中共是大大的增加了整個控制 整個這個東半球 就是那個半球的相當大的一個這種能力 所以對中共來說 這是它真知識的這樣一個目的標 它要在這個最終突破第一島鏈 然後呢 像第二島鏈像這個澳大利亞 對吧 南下像澳大利亞 將來去佔領了澳大利亞的這個鐵礦 煤礦 這是澳大利亞的戰略資源 當年呢 日本也是這麼幹的 所以這是中共它其實在這種全球野心是膨脹的這個一個部分 而過去呢 我們看到菲律賓某種意向當然是被動挨打的一個角色 而原來的美國政府對於呢 這個中共在那邊去挑釁 其實呢也有點屬於怎麼講 不太願意去管沒有站出來去反對的那個狀態 它就是說如果你攻擊菲律賓的本土 那麼美國呢可能會主動攻擊對吧 因為這個是屬於美非聯合這種聯盟的這樣的一個這種要求 而現在呢 這一次我們看到就是美日非合作 這裡邊拜登政府 拜登自己講的對吧 他說對日本對菲律賓 他的這種保護的這種承諾是不可動搖的 這個是非常罕見的 他說包括呢在南中國海 就是包括 他說他還講說包括這個劍戈列島 就是包括呢這個叫教育島對吧 包括呢現在的人愛礁 就是中共這段時間不斷的那去挑釁的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呢是在1990年代 在菲律賓把他的一艘這個二戰時期的軍艦 存在了那裡邊 然後呢不斷的派軍隊啊再去巡邏 結果呢前段時間中共呢是兩艘的這個海警船 加工了這個菲律賓的一艘船 然後呢拿這個高壓水槍把他們的一個菲律賓的人還給打傷了 所以這個明顯的是挑釁 那麼很明顯呢這個拜登政府現在是非常勇敢的站了出來 是把它納入到了這個美菲合作 美菲這種戰略同盟的這個保護的這麼一個非常明確的 那麼一個目標 所以這點上來講看得出來說美國是下了決心的 而日本也是下了決心的 對吧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日本呢現在從國防的這個支出角度 原來的它是1%的國防支出 現在呢要增加到2% 而且在剛剛舉行的這個美日峰會裡邊 還有呢在六大領域進行合作 包括呢是未來要把日本的這個軍事指揮權升級 什麼意思呢 就是假如中共去打台灣 那麼呢現在的印太司令部是在哪 在夏威夷它有個龐大的一個時差 對吧 那麼所以呢要在日本把這個這種美軍的司令 它的權限給它提高 就可以到時候假如說中共去打台灣 它就可以及時的出擊打中共 所以這一點上來講是一個極大的一個變化 那當然還有其他的很多的各方面的軍事啊 高科技啊 包括呢就是AUKUS 就是和澳大利亞 英國 美國 它的這個軍艦以及呢就是海兵潛艇 核潛艇 以及呢就是在很多高科技領域的去強化 對抗中共的整個這種兩大支柱 這裡邊去加強合作 所以看得出來呢我們說日本是完全站到了這個一線 和中共在一個對抗 那麼菲律賓呢現在也是發生了一個質的變化 過去菲律賓我們知道它是叫總統叫杜特爾特 那個人是個變色龍 對吧 所以兩邊都想討好 而且呢整體來講它對美國實際上是很排斥的 當然它也騙著中共 然後呢一會兒給中共說兩句好話 然後呢騙中共點錢 回頭呢可能又又罵兩句中共 中共又不高興呢它又再說兩句好話 回頭再罵兩句中共 它屬於這麼一個人 但是呢這個對於美菲聯盟這個來講 並不是一件好事情 就顯得好像把美國弄得一個不干不尬的一個位置 而現在的這個總統小馬克思 它是非常強硬的是要保護菲律賓自己的主權 而且呢敢於站出來去對抗這個中共 它不是個軟骨頭 所以這一點上來講呢當然美國也很高興 所以呢現在搞了一個這個美日非三方的這種合作 不僅呢在軍事方面合作 而且呢要加強各個方面的這種領域去對抗中共 包括呢在未來是在原來的四個 就是美國的軍事基地基礎上還增加一個軍事基地呢 要去直接更加靠近這個台灣島 對吧 當中共去侵略台灣的時候 這個地方可以主動的去進行出擊 所以這一點上來講看得出來 這現在的整個印太的局勢發生了一個巨變 過去呢印太的這些國家有點害怕這個兩點 第一怕中共的這種流氓 怕影響和中共的這種商業呀貿易呀合作 另一方面呢實際上還怕什麼呢 怕美國的這種言而無信 因為他們怕美國說你回頭承諾了之後呢 你回頭為了利益或者為了這種其他的原因 你會不會放棄對我們的承諾呀 對吧 而現在呢看得出來呢這個不管是日本還是菲律賓 非常的堅定的相信美國一定能做到 而日本的這個現在的它由原來的對印太的這種關係當中 它的屬於這種輔助的這種角色變成了站在一線裡邊 和美國肩並肩的對抗中共的這麼一個變化 也讓亞印太的很多國家也是更加的堅定的站了出來 願意呢去和美國一起去對抗中共 哪怕呢在短期內某些領域的受到一定的損失 這個呢是我們看到的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變化 就在兩天前在他們自己的總統呢到美國訪問之前 菲律賓的民眾呢跑到馬提拉啊 就是中共駐菲律賓的大使館前呢直接就進行抗議 然後還把習近平的那種畫像連彩帶燒的啊 包括中共的這些國旗啊等等 那麼這就是看到呢中共在南海對菲律賓不斷的進行挑釁和擴張之後呢 在菲律賓本土民眾官方啊一致的這種非常強硬的這種態度 那所以呢今天在美國美日非啊 這三國的首腦會議呢也是非常令人矚目的 明天呢是星期五啊那高潔呢還會請嘉賓呢 詳細的去對這些事情的做解讀 那麼每一項具體的合作呢都對中共形成了巨大的這種壓力 中共呢雖然不斷的在跳腳啊不斷的在憤怒 但是呢他們對此呢還有什麼實質的反抗能力嗎 我們不妨呢繼續觀察 好了那今天呢是星期四啊 再次感謝秦鋒先生的分析 也謝謝我們下面互動的所有的聽眾和觀眾 明天同樣的時間咱們再見 謝謝金鵬 你好 是 我覺得